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今天宣布 警方禁止印度宗教学者原定星期天 在马六甲举办的一场讲座 以免触及我国的宗教敏感 另外针对前首相敦马阿迪医生 不断地透过驿马公司课题 来推动导纳籍行动 卡利证实警方已经是开启了四个档案 调查敦马其中包括涉及诽谤和煽动等等罪名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说 警方已经开启四个档案调查敦马 厘清他多次向纳吉施压的举动 是否涉及煽动 诽谤等多项罪名 尽管有些档案已经完成调查 但是否提控敦马 则需要由总检察长来决定 对于公账会在一马公司报告中策请警方调查前任首席执行员 拿督沙鲁阿兹哈一事 卡利则说由于报告多达上百页 警方需要多一些时间来分析报告内容 之后才会决定是否传召沙鲁阿兹哈做进一步调查 另一方面卡利今天也透过面子书和推特宣布 警方决定不批准原定星期天在马六甲技术大学 举办的新都教和伊斯兰教座谈会 卡利说警方是考量到公共秩序和宗教敏感度 而做出这项决定 这场讲座请来了国际知名的宗教评比学者 来对新都教和伊斯兰教进行分析比较 按照计划除了马六甲之外 这名演说家还将前往刮拉登加楼巡回讲座 不过由于话题敏感 他的系列讲座已经招致一些政党和非伊斯兰社团强烈反对 NTV7综合报道 您的研究研究是法定义台 来看